你們有看過雪茄上面有金箔嗎 這麼大一張的金箔 已經佔了這身雪茄快要一半了耶 姊姊 你覺得我可以貼成功嗎 願意回到你 你可以試試看 現在呢 阿姬要幫我撿那個金箔了 對準是不是 因為你沒有任何人 過來 好 來囉 怎麼這麼緊張 今天呢 是我長大人的日子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 今天我來到雪茄的工廠 大家一定想說我今天是不是來到古巴 跟你講 不是 我今天呢依然就是在我們的哥斯大理家 告訴你 古巴的雪茄雖然很厲害 但是哥斯大理家的雪茄跟你講說 病病狗 為什麼會說病病狗呢 不定喔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 我們雪茄裡面 有什麼西四珍寶 GO 提到雪茄 除了古巴被認為是集挺之外 哥斯大理家更是走一個精挺路線 有人說過 如果將古巴雪茄比喻成年輕媽媽的女子 那麼哥斯大理家的雪茄 就是充滿成熟育味的魅力女性 到底她的西林在哪裡呢 誰進一步認識還能 我只會知道 這裡是煮冰 這個就是在煮冰箱中 煮冰的煮冰箱中 而它吸收了一口很強 對 你有沒有聽到嗎 聞起來跟我平常聞到的煙草不太一樣 他有點刺鼻耶 大概是煮冰箱中 煮冰箱中 這煮冰箱中 煮冰箱中 這個步驟是5-7天的 然後再回到 再做到一個步驟 到達到最後的步驟 煮酒已經是一種顏色 和一種顏色的質感 你看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而且很像一片紙張的感覺 而且你看看這樣子照下來整片 哇 剛剛一進來的時候肚子叫了一下 肚子滿餓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像什麼 美肝菜 我現在好想要帶一把回家 吃一下美肝肉 你剛剛講說八個月到一年半 它這個味道上面會有差別嗎 對 味道改變 當我們往下走 味道更強 它就是 基本上就是煙草味 然後剛剛上一把聞的那個 那個味道它有點刺激 所以我剛剛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不太敢很深的呼吸 它有點像是你切洋蔥 然後那個味道就會上來 你就忍不住有點想要打噴嚏 然後流眼淚 但是這一把 這一把其實也有那個 煙的那個香味 叮咚叮咚 長知識的時間到了 煙草必須維持在不超過45度的環境 自然發酵 溫度還有濕度呢 掌握必須特別的小心 因為發酵的過程 決定香味 要是你給我處理不好 就會腐爛掰掰 鬼祖太料料 然後咬一咬 咬一咬 咬一咬 為什麼要咬一咬 補充滋潰 我感受到了 因為我現在 開始 鼻子有點癢癢的 你這樣用你都不會想打噴嚏嗎 不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 對 一咬甩的時候 有那個 阿摩的味道 很重 可是他現在 為什麼他都是甩這麼大力啊 這樣就是 技術 這樣就是技術 技術 力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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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甩這麼大力啊 我剛剛一開始還 出火 甩得 更小力 所以我直接放就好了嗎 所以我直接放就好了嗎 對 我直接放就好了 對 我跟你們說 在拍打的時候啊 彷彿就是一百克兩蔥的味道 這樣 噴 噴上來 哇 你不拍打他還好 就是你沒有拍打他的時候 他是有味道的 可是沒有那麼刺鼻 你一拍打他的時候 哇 他就很像是有沒有 人家的那個香水這樣子 噗 一下子噴太多了的那個味道 很刺鼻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的是 我們在鋪這個上面的時候 為什麼下面還要鋪一些 比較碎的一些煙草啊 這些架子是為了 人家不在地上 因為乾淨和寒冷 因為晚上 寒冷和寒冷 都保持在地上 所以會影響瓶 這個架子 也會為了 太多的溫度 被吸收 可別以為 只是幫煙草 辦個家這麼簡單 怎麼擺 才不會讓這些寶貝 噢太熱 怎麼鋪 才不會覺得噢 冷冷的 所有的細節呢 馬虎不得 而且一根雪茄的身價 不單是靠煙點來評斷 手藝好不好 更是決勝關鍵 我跟你們說 看它做完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雪茄呢 他們這邊是精品雪茄 因為每個步驟 他們都要求得非常的精準 連放上去講說 要十三十四顆 他們一放上去 真的就是十三顆 怎麼會這樣子呢 究竟我等一下做出來的 會不會是精品雪茄 或是 吃醜霸的雪茄呢 好不好 我們現在 我來試試看 可是我這邊葉子很大也OK 可以摔倒一下 如果它會摔倒一下 如果它會摔倒一下 一會就割它 割它 我的植子 也在這 很像海灘 我摔倒一下 你要在那邊 在那邊 我摔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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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不會傷害 你會有三顆 是正確的 最後一片葉子了 終於來到最後一片葉子了 放在那邊 對 對 手指要用刷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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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覺得我的超胖 一層一層刀 你們看 像千層刀一樣 所以現在是放進去的 好 拉 啊 會不會成功呢 好意思喔 這是 這邊切掉的地方 這邊切掉 這邊切掉 這樣嗎 我看一下 幾個 這樣嗎 哇 那時候我短 各位觀眾 欸 你們猜猜 我的有多短呢 一、二、三 哦 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說喔 想要做好一根雪茄 可不是把材料捲在一起 這麼的容易耶 煙草比例如何分辨 長度、重量怎麼拿捏 手工是否精緻 種種的因素 都是決定賣出的身價 你們不要說喔 哥啊 只是區區一根雪茄而已 上面也還好 沒什麼 就貼一張金箔 金箔 你們有看過雪茄上面有金箔嗎 這就是我們剛剛開頭 就跟大家講的 會是有什麼黃金呢 還是有什麼寶物在上面 沒錯 他剛剛就貼上了這個 你看 這麼大一張的金箔 已經佔了這身雪茄 快要一半了耶 姐姐 你覺得我可以貼成功嗎 我可以貼成功嗎 我可以貼成功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部分算是很難的嗎 不 那是很難的 只要他用這個水 給他貼成功 然後給他貼成功 我不用弄是 我的手已經很濕了 人家經常都流手 算了算了 多一點好 要不然的話 這樣子也很漂亮耶 對不對 有一種焦糖的感覺 現在阿姬要幫我 剪那個金箔了 對準是不是 哈哈哈哈 過來 好 來囉 怎麼這麼緊張 腰細乎喔 長這麼大 這還是人家第一次做金箔雪茄耶 從煙草發酵到能捲煙 小說都是一年以上的時間 現在最後一半落到我的手中了 貼得好就是精品 貼不好喔 就是精品喔 對齊 有沒有對齊啊 連這白紙什麼時候黏到都不知道 來囉 好 好 好 這個比剛剛爆中的還緊張 因為是要貼金箔 我覺得你這樣繞就好了嗎 好 貼 畫在雪沙上 你看不只是我手抖 我先姊姊的手都在抖 這樣對 你手要扎進來不然會不會 好 對啊 是要這樣子弄破啊 而且那麼厲害 我拿力很好耶 因為要不然的話 太容易就破了對不對 對不對 啊 好好捲緊 捲彎嗎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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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都可以這樣子 畫畫畫 然後都不會破掉 因為 你這樣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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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貼 完成了嗎 是 你看 看這跟姊姊比起來 真的我們就是有 有一些鬆緊的上面的差別 那姊姊的它就是 金箔是很貼的 可是我的呢就是 好像在外面呢就是 有種要抱人有沒有 通常呢就 抱人的時候不是 啊 要抱嗎 姐姐就是這種抱法 我的就是這種 很害羞的抱法 就圍一圈的感覺 所以會有一點點 稍微浮浮的 但還算漂亮對不對 太棒了 好女家在 好想有解決的選就員喔 我的金箔雪茄 算是勉強及格啦 我跟你說 有些厲害的師傅 還會根據客人的要求 製作出特殊造型的雪茄 看過才知道 原來 嗯 還能這樣搞啊 哇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自己看看 我們檯面上有 琳瑯滿目 各種雪茄耶 這算是類似子彈對不對 而且還會有兩種顏色 這會更加重 味道 更加重 你看看 我們吃東西啊 都會講究一些層次對不對 沒人想到 連雪茄都講究層次 其實剛剛我在包裝的時候呢 那個老師其實就有在講 他講說 為什麼會選擇不同的葉片呢 其實就是 為了就是讓你在抽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風味 雖然我不是不太懂啦 可是你知道 每一片葉子 真的就是不同的味道 這個也是很 我覺得很可愛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拿到圓形的對不對 對 你看那個 它是方形的耶 你這樣子放遠啊 你這樣乍看之下 你不會覺得它是雪茄 就很像是某一個什麼 檜木啊 或是巧克力 對不對 巧克力 如果好險 這樣吃啊 你自己不覺得很像巧克力嗎 是 這個就我覺得蠻特別的 這個呢 對我來講有點像是那種 水彩餅 可以幫人家畫畫的感覺 你看這個 這抽起來也是會有不同的味道嗎 對 味道 味道 不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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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是你點那個 一點起來呢 其他前面的筋膜不就是被燒掉了嗎 這就是富豪雪茄耶 就是真的就是 歐亞郎才有辦法抽這支雪茄 我們現在脫掉 然後脫掉 然後脫掉 把包裝拿掉 然後繼續 剪掉 剪掉在這個線上 對 就等於是我最後一個步驟啦 最後一個步驟不是我把它切一個圓圓的地方 然後黏在這個頭嗎 就等於是把這個頭這邊這樣 剪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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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旁邊 我們在旁邊 然後我們在旁邊 然後我們在旁邊 然後我們現在要吸 然後拉到圈圈 然後還要停 你怎麼抽起來的感覺很像是 你抽起來的感覺很像 我們以前在吹泡泡 成寂寞 成寂寞 是這樣 我可以的 還...我不知道什麼 就是做還可以耶 可以 現在不是也會很多年輕人 他們會去抽那個水煙嗎 對 因為水煙也是這樣子 讓你這樣子嘴巴會有 各式各樣的口味 你看有些是水果口味的 有些是可能像是汽水口味 那我覺得這種就是比較成熟的耶 話說第一等小組 跑遍半顆地球 不得不佩服 哥斯達里家的手工 根本就是神人等級 而且根據製作的難易程度來區分 每隻身價可達75到100美金補等 這根本就是頂級藝術品嘛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